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听到这个消息 不可置信的说 金镜与点相当活跃于教会活动 是一名进职的母亲 还经常担任学校义工 而死者石建民毕业于北京中医大学 他在1990年移民美国 在Mountainview,Cupertino,Sunnyville,Milpitas开设多家中医诊所 根据朋友描述 石建民很有生意头脑 是很有魄力的女强人 情方调查 行凶的金镜业曾经和丈夫同住在石建民家 两个人在过去发生过争执 生活讯息来关心 上下班的交通尖峰时期 除了开车坐Bar之外 10月开始您还可以坐船 旧金山跃升为科技重镇之后 房价暴涨 很多人因此迁移到东湾郊区 但是海湾大桥上下班大赛车 搭Bar也一样拥挤 所以曾经被淘汰的Water Taxi 水上计程车现在卷土重来 加州政府公共事业委员会最近批准了Tenlight Marine Group 还有PROP 两家私人水上计程车公司拓展湾区的渡轮服务 Tenlight主要是往返于旧金山15号码头和Berkeley海湾码头之间 船程只需要20分钟 单程票价8块钱 每艘船可以载客40个人 PROP 连接旧金山和Amerville码头 单程票价10块钱 明年1月开通 船程号称只要12分钟 可以载客99个人 不过目前Amerville海湾码头人烟稀少 缺乏市区接驳公车 尽管如此 还是有乘客跃跃欲试 他们说因为捷运实在是太挤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